美股不是华尔街专利 大家好 我是米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这世上真有稳赚不赔的策略吗 如果有人敢这么跟你打包票 那多半是个骗子 但华尔街中还真就有这么一种神秘的投资策略 他可以接近做到稳赚不赔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 全球股市一片哀号 在这个华尔街投行 普遍亏损超过50%的年份里 这家基金就只跌了4%不到 而无独有偶 在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中 以及20年的疫情崩盘时 在股市纷纷大跌了30%甚至50%时 这家基金依旧没有录得任何亏损 而更重要的是 这家基金不仅仅是不亏 而且很赚 过去30年 它的收益犯了超过10倍 年化增长达到8% 和美股大盘相当 也就是说 这样一家基金能够在该赚钱的时候正常赚钱 然而到了该亏损的时候 你却不必承担任何的痛苦 那这简直就是投资者梦寐以求的投资了 尤其是对于那些管理着大资金的机构投资者来说 也正因如此 该基金以及它的投资理念 被华尔街奉为是圣经一般的存在 然而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策略 却又非常的神秘 创立30多年来 没有任何人知道 它的真实吃仓是怎样的 今天这期视频 美特军就来给大家揭秘这样一个 既神秘又备受追捧的投资策略 它就是桥水创始人 著名基金经理瑞达利欧所创立的 All-Weser Portfolio 全天候策略 本期视频我们不仅仅会介绍 该策略的核心逻辑 还会为咱们散户提供一套 可参考的操作方法 不管你是否真正认同 瑞达利欧的投资理念 这样一套又不亏损的策略 都非常值得咱们每一位投资者参考 为什么叫全天候策略呢 在我们生活中 全天候就意味着 无论是刮风下雨 或者是地震海啸 我们都不用担心 反映到投资上也是如此 全天候策略就意味着 无论是何种市场环境 好的坏的 我们都能稳定赚钱 在30年前 这套理论 可以说是华尔街开创性的存在 那么这样一个创新性的理念 是如何诞生的呢 全天候策略的诞生 和瑞达利欧投资生涯早期的 一段传奇经历有关 瑞达利欧天生就有着 对于市场极其敏锐的神经 这让他一入华尔街 便很快就崭露头角 甚至一度被华尔街誉为是 最准分析师 他所创办的桥水基金 也成为了当时 显赫一时的华尔街机构 这样的风光 在1982年达到了顶峰 瑞达利欧成功预测到了 南美债务危机的发生 这在当年是震惊世界的大事 一时间 年轻的瑞达利欧是风头无量 一次参加电视节目时 他信誓旦旦的说道 正因为南美债务危机的爆发 美国正走向一场 足以媲美29年的经济萧条 而股市也将经历 前所未有的下跌 而瑞达利欧自己 也因此而大举做空美股 并且买了大量的黄金和国债 然而 造化浓人 瑞达利欧上电视的那天 却正是美股 彻底见底反弹的那天 后来 美联储通过一系列的救市方案 成功让美国经济 走出了南美债务危机的阴影 而美股也就此开启了十年以来 最大规模的反弹 这波瑞达利欧是彻底被打脸 而更糟糕的是 他的桥水基金 也因为他的错误判断 而一度濒临破产 一世英明毁于一旦 经过了这次教训 瑞达利欧意识到 投资是不能靠 一个人的判断准不准来赚钱的 先不说一个人的经验和能力 都是有限的 即便你的判断总是对的 但过程中 还是会有很多变量 来改变你的判断 你很难保证自己永远是对的 后来瑞达利欧 长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靠水晶球谋生的人 注定要吃碎在地上的玻璃 正因如此 瑞达利欧决定 要创造这么一种 能够在任何市场环境中 都能够获得良好表现的资产组合 这个组合 最好能像一个 无所不知的机器人一样 能够毫无感情地 自动运行下去 它将不再依赖于 管理者的主观判断 而是可以自动地 去应对各种不同的 风险和机会 于是 全天候策略就这样出现了 那怎么才能实现这样的效果呢 首先一点 就是必须要通过 全仓资产来实现 全天候策略中 几乎是完全不持有任何现金 而且是永远满仓资产 绝不择持卖出 这和咱多数人的直觉是相违背的 因为谈到不亏钱 很多人自然地就会想到 我不投资 全部持有现金 那不就永远不亏钱了吗 但实际啊 这是行不通的 因为持有现金 你的收益充其量就是无风险利率 长期来看 它很难跑赢通胀 这就说明持有现金 你不是不亏 而是稳定亏损 但是持有资产不同 不论是股票 债券 还是打宗商品 或者房地产 他们长期来看都会增值 而且很容易跑用通胀 要想要稳定赚钱 并且尽量做到不亏 并且还不能通过择食 那就必须要靠全仓资产 然而全仓资产 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资产价格 它是一直波动的 这个波动也就是我们金融业内所谓的风险 那怎么才能做到 在任何经济环境下 都能无谓波动 稳定赚钱呢 这时 桥水早期和麦当劳的一次合作 就给了瑞达六灵感 现在我们看到的 麦当劳的明星产品 麦乐基 它的诞生就和瑞达六有关 麦当劳当时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肌肉价格非常不稳定 麦当劳这样一个大企业 它怕的不是肌肉价格上涨 如果真涨了 大不了涨价就完了 他们真正怕的是肌肉价格的上下波动 忽高忽低 因为产品的定价 是没办法跟着成本上下波动的 消费者肯定受不了 那如果定价保持不变呢 那公司的利润就会忽高忽低 对于企业来说 这种不确定性 要比少赚钱还要更难受 于是当年的麦当劳找到瑞达六 希望他能够帮助公司 对冲掉肌肉成本的波动 但当时市场上并没有肌肉期货 要想做到这点其实并不容易 瑞达六经过深入研究后发现 其实真正影响肌肉价格的因素 就在于鸡丝料上 而影响鸡丝料的因素就只有两个 一个是玉米价格 一个是大豆价格 所以只要对冲掉这两个产品的价格波动 那肌肉成本自然就会变得可控了 最终事实证明 这个方法是有效的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各地吃到麦乐鸡 瑞达六功不可没 从这次合作中 瑞达六意识到 企业追求稳定性 就和咱投资者追求稳定性的逻辑 是完全相同的 既然肌肉价格可以通过不同资产的配比 来对冲掉价格波动 那么资产价格是不是也可以通过相同的方式 来对冲掉价格波动呢 随后瑞达六进一步研究发现 任何资产价格的变动 最终也都可以通过两个因素来解释 这就是经济增长和通胀 那如果他能够找到这么一个组合 这个组合中搭配着不同的资产 在任何的经济环境下和通胀环境下 都能够有一部分的资产上涨 并且这个上涨的资产的上涨幅度 要高于下跌资产的下跌幅度 那最终不就能够做到稳定赚钱了吗 就比如在08年金融危机的环境下 虽然股市是下跌了50% 但是债券却大涨了50% 那如果股票和债券的配比刚好是1比1 那不就能够完美抵消 所有股市崩盘所带来的风险吗 再比如在高通胀时期 虽然股票和债券的表现都不好 但是黄金和达宗商品还是会上涨的 那如果配比好的话 是否也能够抵消掉股票和债券上的亏损呢 正是基于这个假设 瑞达六开始了他的全天候模型的构建 瑞达六通过追溯全球各个金融市场 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数据 根据他们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表现 去寻找资产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 最终经过无数次的回测 模拟和调整之后 他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 几乎在任何经济环境下 都能够做到尽可能不亏钱的 最优资产组合 这个组合在1996年上线 命名为All-Weather Portfolio 全天候组合 这个组合由于至今都没有公开 所以我们没办法拿着实际仓位跟各位讲解 但它的核心思路其实并不复杂 也是我们普通投资者完全可以借鉴的 这个组合的核心 看起来似乎就是资产分散化 或者说是将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但实际上 全天候策略和传统的资产分散化 是有很大不同的 传统的资产分散化 重点在于资产的配比 换句话说 就是我买六份股票 同时必须配上四份的债券 这就是传统的六四法则 而Re달io则开创性的建立了这么一套 通过资产风险来配比的方式 下面这张图就展示了 传统的资产分散化 和全天候策略的不同 它展示的是组合中 不同资产的风险 占整个组合风险的比例 可以看到 在左边传统分散化理念中 尽管资产比例分配的很平均 但是风险却非常的适衡 有超过80%的风险 都来源于股票 而在剩下的风险中 又有一半来自于房地产 但在右边的全天候策略中则不同 我们看到 各种资产所带来的风险 是相对比较平均的 而这种针对风险的配比 就让组合能够在资产价格下跌时 有着良好的表现 又因为全天候策略始终是全仓资产的 而资产价格长期又是上涨的 那么在有效对冲掉 向下的波动之后 整体持仓就能够长期稳定的上涨了 这种从风险角度进行配比的策略 有一个专业的名词 叫做Risk Parity 风险评价 在Reader 6开创性的引入了这一概念之后 Risk Parity也被各种机构不断的模仿 到今天全球超过一半的养老基金 都在使用Risk Parity策略 可以说Reader 6是功不可没 我相信听到这儿 一定会有看官会质疑 这样一个策略 真的适合我们散户吗 我们一直在强调风险 但是这个策略的收益 也不过就是年化8% 和之前美大盘区别也不是很大 而且策略构建本身还非常的复杂 并且至今我们都不知道 Reader 6具体是如何构建 它的全天候策略的 那么这样一个策略 我们散户真的有必要去了解吧 如果全天候策略 只是一个被机构架在天上的策略 那美特军绝不会浪费大家的时间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我之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策略 是因为在我看来 这个策略很可能是最适合 我们散户学习的策略了 没有质疑 因为不管是它的交易思路 还是它实际构建出的组合 都是我们散户最为欠缺的一块短板 如果填补上这块空白 将会给我们的投资带来质变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象一下 决定你投资真正赚多少钱的关键是什么呢 是股票收益潜力的高低吗 其实我们散户并不缺乏选牛股的眼光 我相信每个人都至少能够看中几只 有个不俗表现的大牛股 也很容易在某段时间内获得不俗的投资汇报 那为什么多数散户还是很难赚钱呢 其实根本原因不在于收益潜力的高低 而在于风险控制能力的匮乏 股票稍有波动 你可能就坚持不住了 真正能坚持的人 也往往因为乱交易 而承担本不该有的亏损 长期来看 你的收益就在这种波动中被损耗的差不多了 这就跟麦当劳的那个例子一样 企业经营中最看重的 其实不是时刻保持收益的最大化 而是它的稳定性 它们不是不care赚钱 而是如果赚钱太不稳定 那么企业就要被迫疲于应对 而应对的越多 犯错的可能性就越大 也越容易忽视那些长期更为重要的发展 而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也是如此 如果你没有把控风险的能力 那么只能在股价波动中疲于奔命 最终丢掉本可以赚钱的大好机会 强入瑞达6都逃不开这样的宿命 那对于我们多数散户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所以说 真正决定我们散户赚多少钱的 其实不是收益潜力 而是风险 而全天候策略的核心 就是对于风险的把控 它用实践证明 控制住风险后 长期便能够有不俗的收益回报 但光控制风险也是不够的 全天候策略之所以能够成为 华尔街最炙手可热的策略 绝不仅仅是因为它风险控制的厉害 它最厉害的地方 其实在于它的收益风险比极高 而收益风险比极高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更有底气的去加杠杆来提高收益 而这才是这个策略真正的威力所在 不少人会讲加杠杆和高风险这两者划等号 但其实并非如此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说有AB两个投资 A投资每年可以获得三份的收益 同时要承担三份的风险 而B投资呢 你每年只能获得一份的收益 但你只需要承担半份的风险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如果你只看中收益的话 那肯定会选择A投资 但其实啊 B投资才是更好的选择 我们完全可以在B投资上加上三倍的杠杆 你就能够获得三份收益的同时 只承担1.5份的风险 那么即便你再无畏风险 也不会选择为了相同的收益 而多承担1.5份的风险了 所以很显然 在这个选择中 加冠杆的策略反而是风险更低的策略 其核心的原因就在于 B投资是风险收益比更高的选择 而Redalio的全天候策略 正是整个华尔街中 收益风险比最高的策略之一 别看他的年化收益仅有8% 如果从1950年开始回测的话 他现在的回报也不过就是290倍 还不及大盘的302倍 但他的风险却是远远低于大盘的 那么假设我们在全天候策略上 加上1.5倍的杠杆 你就会发现 他的收益能发生一个质变 我们还是从1950年开始算起 加了1.5倍杠杆的 全天候策略的组合收益 能够达到4200倍 这要远高于大盘的302倍 而即便就是加了1.5倍杠杆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你所承担的风险还是要比大盘更低 比如在08年 1.5倍杠杆下的全天候组合的最大回撤 也不过就是17% 这远不及大盘的50% 而纵观整个二战以来的回测记录 他的最大回撤 不是87年的股灾 也不是00年的互联氧泡沫 而是发生在最近的2022年 当时他的最大回撤为20% 至于为什么22年的表现最糟 我们一会会讲 而即便是在这种最糟糕的情况下 加上1.5倍杠杆 也不过就是30%的回撤 这仍然比多数投资者的表现要好 这里需要多解释一句 桥水自己的组合是没有这些加杠杆的 他更多的是建议客户自己去想办法加杠杆 所以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所有的公开数据 都是没有杠杆的表现 所以你看 单纯比较收益 其实意义不大 能够做到收益风险比最高 才是关键 而全天候策略 正是在这一点上 冠绝了整个华尔街 到这里 全天候策略的核心思路 就给各位看官都介绍完了 那么在实际操作上 我们散户又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呢 今天既然说是要揭秘这个策略 没有具体的操作 那肯定是不行的 虽然桥水从未透露过 自己任何的具体吃仓 或者是吃仓比例 但美头君给大家找到了 这么一份非常珍贵的资料 这是前不久 桥水的一位前高管 在自己的书中透露出来的 全天候组合的一个大致配比 它们分别是30%的美股 40%的美国偿债 15%的美国中期债券 7.5%的大宗商品 以及7.5%的黄金 我把相关的ETF都打到屏幕上了 如果你对于该策略感兴趣 可以通过ETF来大致复制这个组合 当然了 这个组合和实际的全天候组合 肯定不完全相同 比如瑞达6就曾透露说 它在组合中有投资比特币和中国 但显然这张图上没有 不过这个配比应该还是比较靠谱的 因为网上有人专门针对这个配比做过回测 发现它的表现和全天候组合的表现 几乎是一模一样 如果你想自己做一个全天候组合 那么完全可以复制这个配比 然后每个季度进行一次再平衡 那大致也能够实现类似的效果 现在有了具体的配比 我们就能解释 为什么2022年 全天候组合的表现会这么差了 因为2022年是罕见的 古债双杀年 在往常债券往往是那个 在危机来临时可以起到防御作用的资产 但这点在22年却完全没有体现出来 甚至连黄金的表现都很一般 唯一还不错的大宗商品 也不过只上涨了不到20% 没能拯救整个组合 这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策略 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去参考 但是不能盲目地赌信 到这里 瑞达六的全天候策略 就全部跟各位看官介绍完了 总结来看 全天候策略真正的核心 在于他对于风险超高的理解 事实上 如果你去观察所有的投资高手 你会发现 尽管他们的投资风格各有不同 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 他们对于风险都有极强的把控能力 瑞达六的全天候策略是如此 巴菲特的长期价值投资也是如此 华尔街中还有很多这样的成功案例 以后有机会我再跟大家介绍 所以说 对于风险的把控 不仅仅决定了我们赚钱的多少 同时也是决定 我们在投资上能走多远的关键 我自己虽然算不上什么投资高手 但我也一直是遵循着这套投资思维来做投资的 老观众都了解 在过去这些年的视频中 我曾不止一次地分享过 风险思维 以及风险收益比思维的重要性 而向我所推崇的期权交易 也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 是高风险的投机 而是通过期权去控制组合的风险 然后通过杠杆来放大收益 其实输途同归 虽然交易方法不同 但是背后的逻辑都是一致的 如果你也认同这套投资逻辑 并且想要在投资上更进一步 也可以来我们的美投pro上看看 在pro学堂中 我们有一整套投资必备的知识体系 以及投资方法论 我们最近还新增了新手入门系列 内容还在持续更新 目的就是帮助咱们投资者 更容易地去上手投资 我相信不同阶段的投资者 都能在这里找到精进自己投资的方法 除此之外 我们美投pro的主菜 仍然是一年五至七的深度分析视频 每周你都能获得市场上最为前沿 最为专业的投资分析 目的是为了帮助你安心地投资美股 另外圈子内还有包括我在内的五位专业分析师 以及数千位pro投资者共同交流投资 我也会实施分享我的真实交易 用作交流讨论 新用户前七天免费试用 感情的看观 欢迎订阅美投pro 谢谢各位 如果你喜欢美投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